各位朋友大家好 公元九年王莽终于戴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皇冠 这只皇冠很重 但王莽丝毫不觉得 毕竟他是百年来仅初的圣人 毕竟他是现在全社会的道德改模 这个社会应该就由他这样的人来领导 他要改变这个社会 于是他就急不可耐的开始了他的一番神操作 15年以后 王莽的头颅被伤人杜吾阁下 抛在了地上 愤怒的人们将他的头当作球来踢 王莽也就成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足球皇帝 不过并不是因为他踢得好像贝肯鲍尔一样的足球皇帝 而是被当作足球踢的皇帝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老祖先在两千多年前踢的东西很不是东西 最后导致了现在我们的足球踢的也是更不是东西 王莽的头颅最后是被挂在了高高的晚城城楼之上 在城楼之上的王莽眼睁睁的看着被他一手造就的天下大乱 不知此刻的他是否后悔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穿越者的话 那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来错了时空 有人说王莽是来自于未来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他应该知道基本的历史进程 他的改革那就更应该像是一场开卷考试 那他怎么考的这么差呢 不及格也就罢了 得灵分也就罢了 还被全校的师生来了一次花式的吊打 王莽到底是从哪来的 是过去还是未来 还是某个更神秘的地方 今天我们就继续聊聊这个穿越者王莽 有人说王莽是来自于未来 而且准确的定位 他应该是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穿越而去的 这主要是因为王莽的各项改革措施 颇似49年以后的中国 比如说王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 宣布天下的土地归功称为王田 然后由政府平均分配给每家每户 这点呢就酷似于49年以后 中国实行的土地改革 在中国历史上 只有两个朝代宣布实行了土地公有制 一个就是王莽的新朝 另外一个就是当下 还有人说王莽废除了奴隶职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49年以后的那些口号 什么翻身奴奴把歌唱啊 什么人民当家做主啊等等 还有王莽实行了五军六管政策 所谓的五军呢 就是政府全面进入商品流通领域 由政府按照统一的价格收购商品 然后再按照统一的价格发售商品 这又使我们想起了计划经济中的统购统销 所谓的六管就是针对当时重要的几个产业 比如说盐 铁 酒等实行国家的专卖制度 对于明山大则也由国家统一经营管理 铸币权也归属国家 这也是我们联想到49年以后国营经济占据的主导地位 和现在正在实行的专卖专营制度 此外还有非常类似于现代银行业的往往时期的奢贷制度 除了这些在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的改制酷似49年以后的中国以外 在一些小的方面也有一些令人惊奇的发现 比如说王莽的夫人穿的裙子 有人说那是超短裙 在西汉末年的时候 女人是不会穿那样的衣服的 还有考古发现的王莽时期的尺子 酷似现在的游标卡尺 还有据说王莽亲自参与了人体解剖 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表明 王莽真的像是一个来自于未来的穿越者 更有可能是来自于49年以后的中国 他可能本人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非常熟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切运作 或许他真的是带着某种特殊使命 公派到了西汉末年 或许他真的就是彭家木 故意穿越到西汉末年搞的天下大乱 以完成他的特出任务 为此他不惜被华氏调打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还是看看王莽是怎么说的吧 王莽是言必称三代 事必据周理 所谓的三代指的就是夏商周三代 周理指的就是据说是由周公编撰的一本 关于周朝社会的从书 大家知道王莽本人就是儒家学说研究的专业人士 他后来的国师刘欣 就是后来改名叫刘秀的那个人 也是古文经学方面的专家 这样说来王莽的改制就很可能是以周理作为理论基础的 那么这样的改制肯定不会是向前看的改革 而只能是向后看的复武 那么这样的改制是否真的与周理相吻合呢 应该说有的是 有些呢是王莽自己又加带了私货 符合周理的主要是王莽实行的土地制度 就是他制定的所谓王田制度 基本上就是复制了西周时期实行的景田制度 王莽在明确了一切土地都是国家所有以外 又颁布了另外一个具体执行措施 他是这样说的 其难不营八 而田过一景者分榆田与九族邻里相当 这个景也就是景田制中的那个景 如果一家南町没有超过八个人 但拥有的土地超过了九百亩的话 那么他就要把自己的土地分给自己的邻里相当或者是亲戚 目的呢就是每一个南町 也就是一夫一妻能够拥有平均一百亩的土地 大家可见王莽的这张考卷完全是抄以前叫西周的那位同学的 甚至连名字都懒得改 还是叫景 说起这西周的景田制呢 其实就按照景字将这块土地呢一式分为九份 中间的那部分就是两横两树中间加的那块地 是属于王田是公田 周围的八份呢属于私田 分属于八个不同的家庭 按照规定老百姓是应该先耕作公田以后再耕作自己的私田 公田的所有收益都归于王史 而私田的收入呢是要交税的 历史上到底实没实行过这种景田制 实行的程度到底有多大 这方面呢史学家们一直是存有争议的 因为目前景田制只建于一些文献 比如说孟子 比如说周理 但是呢并没有考古发现来证实 在王莽的改制措施中还有一个奢代制度 历来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认为这项制度是现代金融业的前身 它与现代的金融手段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 由此也可以证明王莽应该是来自于未来 这个奢代制度主要就是两点 第一当百姓需要进行祭祀或者是丧葬事务的时候 所需的费用可以向政府借贷 如果是祭祀的话 10日内还清贷款是不收利息的 如果是丧葬的话 只要在30日内还清贷款也是无息的 这就是赦 第二点呢就是当百姓想从事工商业 但又缺乏本钱的时候 可以向政府借贷 这就是贷 贷是有利息的 是按照你最终收入的10%计息 听起来这确实与我们现代的金融模式非常近似 但其实这套方法也并不是王莽首创的 它又是抄袭的 抄袭的又是那个叫西周同学的作业 关于这套制度的记载最早是建于周礼 而周礼王莽是肯定不会陌生的 这是他研究最多的经书 在周礼帝官全府中有过这样的记载 全府凡奢者祭祀无过循日 丧祀无过三月 凡民之待者与其有私便而受之 以国福为之息 意思呢就是说凡是奢财物 首先要说一下奢是不祭息的 如果奢财物是用于祭祀或者是丧葬 分别以十日和三十日为限 在这期限内是不复息的 如果你是从事工商业的话 那政府会派有关的专业人士去考察你要干什么 然后再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记息 而怎么记息还根据具体情况有不同的分类 盖或息轻重不能疑虑 自当随民间所便 但其等衰 约趋无等 这段话就是说呢利息也不是一刀切 不管你干什么贷多少钱利息都是一样的 它按照你贷款的金额和用途总共区分中五等 分别是从5%到20% 而且这些都是在有关部门审定以后确定的 大家看一看西州时代时实行的这套奢贱制度 是不是非常的近似于我们现在的金融制度了 往往基本上照搬了这套制度 最大的不同就是它这套制度远没有西州的这套制度更加的专业 更加的细致 它是一刀切都是10%的利息 而西州那套制度则按照贷款用途贷款金额贷款人的资信行业特点 总共划分了五等 抄作业都没抄好 往往新智中还有一些措施并不是出自于西州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往往其中夹带的私货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五军六管制 刚才说了 这套制度非常类似于中国大陆49年以后的统购统修 专营专卖以及国营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占主体的这些政策 那么这是不是说明王莽是来自于49以后呢 其实王莽搞的这套东西并不是来自于2000年以后的现代社会 而是出自距离它不到100年的汉武帝时期 这就是汉武帝最信任的财务大臣桑洪扬推出的那一套 平准军书法和盐铁专卖法 内容基本上是完全一样 不过往往对外可不会说这套方法是出自于汉武帝 因为汉武帝的这套方法在当时是受到了很多儒生的反对 比如说司马迁比如说董仲书 他们都认为这套方法是与民争利 而且由国家直接进入市场造成的垄断 导致的生产效率低下 专买专卖腐败等等问题都对西汉王朝有不利的影响 那些原来的商人们被从市场上赶出去 他们的资金无处着落 最后都流入了地产领域用于购买土地 这也使得西汉后期的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 汉武帝最后下轮台照也有其中的原因 而且桑弘扬本身也是法家人 所以这套制度本身并不是儒家的制度 但往往却把它都归入周礼中所制定的制度 谁违反了这个制度就是违反了周礼 就是不尊重圣人 那他就会受到被发配边疆的惩罚 所以现在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了 王莽实行的这套制度并没有那么神秘 并不是出自于49年以后 有些制度在周礼中已经有了详细的记载 而有些制度就是发生在几十年前 所以王莽所需要做的不过就是复制粘贴 并没有什么新意 这是有关大的制度方面 那刚才提到的那些细节呢 比如说有人说王莽的妻子穿的是超短裙 据史书记载 有一次王莽在家中大宴宾客 然后来的客人发现王莽的爱人穿的衣服是衣不业地 不避漆 意思呢就是说所穿的长裙并没有脱到地上 有些人呢就把这句话理解成了衣服很短 只到膝盖部分 有些人再说的夸张点就变成了超短裙 实际上避漆呢是当时的一种服饰的专有名称 是用来遮盖腰部到膝盖部位的 臂漆的原料有时候是用皮或者是用其他一些比较贵重的面料 布臂漆就是说王莽的妻子非常的简朴 她穿的臂漆是用布做的 所以这跟超短裙一点关系都没有 王莽妻子的裙子虽然短 虽然没有像贵妇人那样拖到地上 但是也是盖住脚面 还有那个非常类似于游标卡尺的尺子 首先没有史料表明这个尺子是由王莽发明的 只是说它是出自于王莽这个时代 而且游标卡尺与一般尺子相比 是精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而这把尺子在精度方面 与一般尺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它只是长得像游标卡尺 而且即便它就是游标卡尺 应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 大家看从秦始皇兵马俑中出土的那4万多支箭的箭头 它们底边宽度的平均误差 不过就在正负0.83毫米之间 而且不光是箭头 出土的数百件弩机的零件的尺寸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它们完全可以互换 可以从一个坏的弩机上面取下好的零件 放在其他的弩机上面仍然可以用 这样小的误差说明了在秦朝时期 已经有了很先进的测量技术 至于所谓的人体解剖 其实也并不是出自于什么医学研究的目的 被解剖的这个人叫王孙庆 是王莽暴政下被迫起义的起义领袖 翟翊的军师 他被王莽抓住了以后 王莽为了泄愤 就对他实行了人体解剖 是活人解剖 所以其中泄愤恐吓的目的 远远大于什么医学研究 而且王莽只做过这一次 所以啊 综合以上的观点 王莽应该不是穿越自未来 如果一定要说他穿越的话 他穿越这张车票的起点 应该是西周 因为他实行的有些政策 带着明显的臣服的气息 其实啊 王莽推行的这些改制的办法 不管他是不是抄的 也不管他是抄谁的 如果这些政策真正的能够带来国泰民安 那就是好政策 那就应该继续推广下去 可王莽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祸国殃民 比如说他实行的那个所谓王田制 赵超的是西周的景田制 且不说景田制在费景田开签默的时候 已经被废除了 而且景田制的适用的对象 也不适合于西汉末期的情况 景田制呢 比较适合那种人少帝多的情况 或者是刚刚经过战乱 人口大量减少 土地很多 这样的话国家可以进行统一分配 而西汉末年面临的情况恰恰相反 西汉末年是人口爆棚 而土地呢 并没有太多的增长 而且大多掌握在那些豪强地主的手里 国家直接掌握的土地并不多 在国家没有掌握绝对量土地的情况下 却要实行土地公有制 将全部的私有土地收归国有 说实话 这是真的有点明抢 他要是真的去抢也可以 就直接说 我是流氓 我怕谁 我就去抢你们了 能怎么样 可关键的是 他派谁去抢 他派去执行抢劫任务的那些人 本身就是豪强 就是大地主 等于是让他们去抢他们自己的田 去革自己的命 你觉得这可行吗 有人说是那些大豪强大地主阻止了王莽新政的推广 最终导致了新政的失败 可是你换一个角度想想 这些人为什么要支持这样的土地政策 他们的土地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这些豪强地主的土地有些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 是世袭的 有些是他们的先被用军功换来的 当然了 还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他们通过土地兼并得到的 但土地兼并没有原罪 他们购买土地的途径也是合法的 这些土地并不是他们抢来的 凭什么一下子就要收归国有 让几代人的努力复制东流呢 所以这也难怪他们不会支持 甚至是反对 而且他们还能够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保护甚至是扩大自己手里的土地 往往不是规定八个男丁以下的家庭 如果拥有的土地超过了一井 就是九百亩的话 多余的部分要分给邻里相亲嘛 那么这些豪族大地主就将自己的家庭细分 大家变成小家 然后把自己所持有的土地合法化 甚至还能留下一定的额度 用于分别人家的田 所以最后 真正的豪族大地主的土地 并没有交出去多少 而真正被分的都是那些自耕农 就是那些自己拥有土地 但又无权无视的农民 这些农民本来应该是农民中的精英 他们可能是几代人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农业技术 慢慢的是自己拥有了一块土地 能够维持家庭的日常开支 在有些地区他们的土地会先被收走 然后等待着官府分配他们新的土地 即使他们拿到了新的土地 可能已经不是他们熟悉的那一块 而且这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而成了官府雇佣的店户 这些以前的自耕农手里掌握的土地 毕竟是非常有限 所以以前那些没有土地的人 能够分到土地的也非常有限 即使是分到了也是一些贫瘠的土地 而且还要受到官府的层层盘剥 有些人很快发现自己的生活 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善 还不如以前四处流浪 所以往往的这项土地政策 实际上是让社会的底层 与社会的最底层之间展开了一场互私 土地是在这两个最低的层级上的人们之间转换 所以这项政策从颁布之日起 社会上的赤贫人数就开始巨增 当然了也不是说所有豪强地主的土地都没有被分 毕竟大鱼吃小鱼 那些权力很大的豪强地主也利用这个政策 侵吞了一些中小级地主的土地 和土地政策配套执行的 还有一项是禁止奴婢买卖的政策 现在网上很多人说的往往废除了奴隶制 说的就是这项政策 实际上往往并没有废除奴隶制 它只是禁止奴婢买卖 而以前的那些奴隶呢 不过改一个名字叫私属 私属可以理解为就是家庭成员 名称是这样 但实际上那些主人 真的能把这些人就当做自己的家庭成员吗 肯定不可能 所以啊 其实跟以前一样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说起这奴隶制啊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奴隶制 是不是只要有奴隶就叫奴隶制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 那可能现在还没有废除奴隶制呢 现在不是还依然有猫奴狗奴房奴守财奴吗 在中国真正实行奴隶制的时间很短 这点呢跟西方不太一样 西方比如说罗马帝国 它是通过征服使得自己的帝国版图不断的扩大的 真正罗马帝国内的罗马人可能也就占六分之一左右 大部分都是被征服地区的人民 他们其中的大部分也就成了奴隶 而中国的王朝更替呢 一直是在这个华夏文化圈内进行 所以王朝更替的过程呢 更多的是体现在从分裂走向统一 而并不是征服异族 统一以后 大家都是一个皇帝的子民 并没有身份上的巨大差距 比如说周灭商以后 也没有把商朝的王室都杀光 大家知道春秋时期的宋国 宋国的国君就姓子 那是商朝王室的后裔 他依然是做诸侯王 不会是去做奴隶 那什么时候在中国奴隶制有卷土重来呢 这就要说是元朝了 也包括随元制的明以及后来的清 但不管在哪个朝代奴隶一直是都有的 奴隶呢分两种 一种是官农 一种是私奴 官农主要是由战俘 和一些犯罪的人组成 私奴就是那些失去了土地 把自己卖身为奴的人 西汉末年的时候 确实有大量的私奴 同时也有大量的官奴 往往的禁止奴婢买卖的政策 针对的只是私奴 所以官奴依然存在 所以如果说有奴隶就是奴隶制的话 那往往根本就没有废除奴隶制 实际上奴隶制从费景田开迁末的时候 就已经被废除了 在出台这项政策之前 以前呢遇到灾年 那些没有了生活来源的人 还可以将自己卖身为奴 通过自己的双手能够为自己的家人 挣一口饭吃 王莽的这项政策 彻底的堵住了这条路 这些人没有了生活来源 留给这些人的只能是做流民 或者是盗贼 或者干脆是揭竿而起 王莽的土地政策和禁止奴婢买卖的政策 仅仅执行了四年就宣布夭折 他自己扇了自己一个大嘴巴 除了土地政策和奴隶政策以外 王莽还推行了币制改革 在西汉末年的时候 市场上流通的是 从汉武帝时期使用的五珠钱 五珠钱呢 有他自己的缺点 就是面值太小 这样的话携带起来不太方便 要带很多 有时候买一件东西需要带很多 很不方便 王莽建立了新潮 他想用自己的货币 这个呢 其实倒也无可厚非 但是您倒是想好了用哪一种呢 在新网王朝期间 总共发行了五大类 28种货币 到后来什么贝类呀 布匹呀 都成了货币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市场上有这么多种货币 每种货币之间的换算比例还不一样 现在呢 人们随身还都有计算器手机 那时候可没这些设备 而且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受过教育 他们怎么做买卖 发行的货币多 而且朝令夕改 这只能说明王莽的蠢 但王莽远不止于此 他发行的一种大钱 按重量上 实际上呢 就相当于按价值上 相当于2.5个五珠钱 但是呢 他却规定这个大钱的面值 是相当于50个五珠钱 而政府又拥有铸币权 那就意味着他用一个大钱 就能换回50个五珠钱 然后他只要把这50个五珠钱所用的铜 重新融化 再重新注出大钱 这个利润完全超过了毒品买卖 王莽总共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 每一次币制改革 都是对民间的一次强力掠夺 这样的掠夺还进行了四次 所以这就不是说王莽的蠢和无知了 只能说明他坏 不得不说呀 王莽也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 据说他一天能够工作十几小时到20个小时 他精力充沛的不光是能够霍霍国内 而且也能够霍霍国外 王莽坚信周里中所说的华谊之变 认为四周的那些少数民族都是一些蛮夷 都是二等公民 所以王莽一方面举起了民粹主义的大旗 一方面呢又开始实行种族歧视 他认为应该按照周里所说的 天无二日地无二亡 所以跟周边的那些少数民族政权说 说我们现在建立新朝了 你们应该把你们以前汉朝的印喜交回来 我们重新发法 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呢觉得也有道理 于是呢就把以前汉朝帮给他们的印喜交了回去 而换回来的却变成了印章 在当时呢是王用喜 猴用章 他们的尊号也从以前的王变成了现在的猴 这还没有完 王莽呢还给人家改名字 比如说南匈奴以前的首领呢叫匈奴缠鱼 他给改成了降奴浮鱼 以前的高勾力改成了下勾力 就是经过这么一番神操作以后 王莽的傲慢无礼实在是欺人太甚 最后导致匈奴西域地区还有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 纷纷的出兵进西中原 边境地区是风烟再起 而在这之前呢以匈奴为例 汉宣帝的时候北匈奴已经被打跑 南匈奴内附与汉族人杂居 边境已经是七八十年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了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汉朝几代皇帝的努力 但这一切到了王莽的时代都化为了乌有 顺便说一句 西汉末期并不像很多的王朝一样 在末期已经呈现出了要灭亡的趋势或者信号 西汉末期呢刚才提到了人口依然有六千多万 六千多万人口是什么概念呢 我给大家讲过汉明帝刘庄就是刘秀以后的那位皇帝 在他执政期间人口得到了大幅度的恢复 恢复到了三千四百多万 而真正全国的人口恢复到六千多万 那要推到一千年以后 也就是差不多宋朝的时候才又恢复到这个水平 人口的数量是判断一个王朝兴衰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西汉末期虽然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说土地兼并啊奴隶啊等等 但是呢大部分的人还都能吃上饭 还有一条活路 而且西汉末期没有什么战争也没有什么大的灾害 所以老百姓的日子还是过得去的 虽然说末期的几个皇帝一个赛一个的二百五 但是如果后来出一个明军的话 缓一口气也许西汉的国座还能延续下去 只是很可惜出现了王莽 边境战争一起 王莽倒觉得自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是现在有很多的流民吗 不是有很多因为违反王莽的新政而被判罪的罪人吗 他就把这些人全部组织起来发往了边境 让他们去打凶奴人 王莽是组织了三十万大军 这三十万大军大部分都是我刚才说的那类人 分六路同时进攻雄奴 当时有一个叫盐游的将军就劝王莽 说咱们不能同时进发 也不需要组织这么大的人马 因为我们的后勤供应肯定供应不上 没有粮草 王莽并不担心 他让这些人去打仗 但不给他们粮草 所以这些人到了前线 不是被杀死 就是被饿死 这就是王莽的终极解决方案 既抵抗了雄奴人 又清除了他所认为的低端人口 可是这些派出去的人 也不可能让自己就这么轻易的饿死 所以他们在当地就开始展开了劫掠 维持了近百年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复数的生活 瞬间结束了 很快就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王莽的这几番神操作 中原大地 顿成人间地狱 据后汉书记载 从新网王朝建立到东汉的刘秀登基 在这段时间内 中国经历的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 海内人户准之于前十之二三 也就是说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死掉了 秦末大起义中国损失的人口不到一千万 而王莽时期人口损失了足足四千多万 有人说王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终生 不过他失败了 我倒是很想问王莽到底是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者 他有什么样的理想 如果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儒家的话 儒家思想的本质是仁爱二字 王莽有人爱之心吗 即使他真的成功了 按照那本旧书购置一个所谓的大同社会 那也不过是一个五A级的景点 绝对不会成为人间的乐土 历史上也有几位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治国理念的皇帝 当然了 这里说以儒家思想治国 并不是说他们单纯的依靠儒家思想 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是儒法并举 外儒内法 但这些皇帝 无一例外的他们都具有人爱的精神 他们深刻领会了儒家思想的精髓 比如说唐太宗 比如说宋仁总 有人说他们也没有那么高尚 他们不过是帝王术好一点 我倒是觉得与王莽相比 他们是心正 心正则术不邪 王莽反之亦然 有人说王莽在道德上还是可以称之为楷模 只是不会治国 又过于保守才导致了新莽王朝一世而亡 其实王莽一直是在作戏 他可能不是一个穿越者 但他绝对是一个伪装者 能够牺牲自己儿子生命获取利益的人 你还能期望他能爱别人 顺便说一句 王莽的四个儿子 除了我们提到的被他杀死的两个以外 第三个儿子有智力缺陷 第四个儿子王林后来被立为太子 最后也被王莽杀了 王莽的夫人因为儿子的死哭瞎了双眼 最后也是抑郁而终 一个这样对待自己亲人的人 你还能期望他是一个道德楷模吗 如果让我给王莽做一个评价的话 我可以慷慨一点送他十二个字 大奸四中 大尾四真 大恶四善 王莽的头颅依然在晚城城楼上高高的悬挂着 也许他现在能够看到这个被他一手造成的乱世 或许他也能够看到 因为他的暴政失去生命的四千多万的冤魂 如果说王莽一定是穿越而来的话 那我敢笃定 他一定是来自于地狱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